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爱情 因为她从来都没有爱过 你觉得你懂爱情吗 我懂啊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你这叫战友运冲锅的口袋 我不是 我根本就不是 我懂什么叫爱情 我跟张敏琪在一起就是爱情 我今天坐在这儿跟你说这些话 都是有没有我人跟你说的 我又没有我人跟你说 我不想听 我从今以后不再跟你说这话 我还不想听呢 你不要跟我说了 你说我是在看你什么感情吗 什么感情我都不要听 我觉得我心疼 我一点不可怜 你心疼我吗 你根本就不是心疼我 那我是什么呀 你嫉妒我有一个爱我的男人 而你没有你找不着 我告诉你 乔思敏 我今天心疼糊挖这一桌的饭菜 我忙了一天你知道吗 我现在觉得特别后悔 我还不是喂狗 你怎么那么难聊心呢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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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酒味 有没有茶呀 不许抠门啊 把你们那台湾好茶给我泡点 我渴了 你渴了多少啊 你渴了 行 你干吗呀 不是要喝茶吗 怎么又喝起酒来了 想要喝 那你还喝不喝茶了 不喝 喝慢点 不是 我特失败 在人的面前我不是一个好父亲 在苏然面前我不是一个好丈夫 谁还没经历过一点小小的挫折 要我说呢 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只要还能够喘气 就有奴隶的机会 我知道你想劝我 那你还不如陪我喝一杯 是 是陪你喝一杯 来 这两天我当你儿子保姆 说实话我感触挺深的 我觉得吧 你跟苏然之间的事情 是两个承认之间的事情 不管你们怎么样去解决 你们应该把多多放在第一位 对吧 我相信你心里面也是那么想的 但我就来跟他相处 他心里面的那个阴影 那个压力 大到让我觉得 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再考虑 怎么去帮他平复心中的那个相 你欠我你 谁 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阴魂不散 把他像个鬼一样 我到什么地方 他跟我到什么地方 你说的是华莎吧 我跟儿子约的去吃披萨 还有苏然 他根本不管不顾 就大厅广众之下 他哐 搞过来就 就亲 你知道当着多多 你知道吗 爸爸在儿子的心里面 应该是什么是远天 但我现在是什么 我在他眼里就是一个骗子 就是一个无赖 就是一个混蛋 一个无耻 真的就是一个无耻的人 你知道吗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一个无耻的人 在多多的眼里面 我这个父亲的羞性 什么叫 荡然无存 我刚刚说了 人家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只要还能够喘气 就千万不要忘记 我相信只要假以时 经过我们所有人的努力 多多心里面的伤 总是会好的 但是你现在要做的 最主要的这件事情就是 怎么样把你生命中 一直重复出现的 这个意外的这个根源 给移除了 我杀了他 用文明而且科学 但是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 没有别的办法 我只有杀了他 我才能够解决这一切 杀了他 然后呢 然后你给逮走了 多多就彻底没有父亲了 这是靠谱的讨论方式吗 不是 所以说我又自私了 我杀了他 多多怎么办 你知道我现在 没有任何的办法 我只能毫了 本来我以为 我跟苏然之间 把一切都谈好了 孩子归他 房子归他 家里的钱也归他 我离开家 我们之前签了一个协议 就是分居的协议 我虽然离开家了 但是我的心还在那儿 是吗 我可以随时随刻还 我还有去照顾他们的那种余地 但是现在呢 我真的 我真的 连做父亲的这种希望都没了 没有人可以剥夺你 当父亲的权利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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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还好 是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老是跟你说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只要还能够传圈 就应该把握机会 我一直以为 我也还能有机会 所以啊 嗯 您好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合理后再拨 喂 没有 我就是 我知道现在很晚了 对不起 你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停了 我说我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睡了 看我不照死你 起来 嗯 起来 累积 哎 哎呦 哎呦 你这大晚上干啥呢在这儿 一声也不吭 吓死了呀你 不像看一只狗呀 嗯 没有 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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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是 你大晚上在这儿干什么呢 哦 我等人 等谁啊 这个车位的主人 这车位的主人 叫什么呀 赵明奇 哦 就是那六年二那赵总啊 嗯 好几天都没回来了 是吗 我听说啊 两个伙伙都吵架了 说那赵总外面永远人 好多保安都总说的 哎 哎 往谈 后几天没回来 他真的要离婚吗 走走走快起床起床起床 起床 天善 没有 多多 多多起床了啊 妈妈给你做鸡蛋饼 阿姨 妈 妈 你没事吧 我没烫上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妈妈想给你做鸡蛋饼 温温香不香 尝一个 怎么样 妈妈再接着做好不好 好吃吗 有点糊 还行 你端出去 妈妈再接着做 刷牙西兰准备吃饭 要不然我帮你啊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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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刀刀 刀刀刀 二号 二号鸡蛋饼 赶紧 不糊了 是不是有人往你屋里放手榴弹了 手刺 手刺 手刺早餐 对 还有 还有东西 妈 别往里去了 熏死你 快快点关上 来来来 鸡蛋饼 尝尝 尝尝怎么样 尝尝二号一号 狐狼二号 尝尝 来来来 二号也是狐的 不狐不狐 喝牛奶 我给妈也给你点车回来 怎么那么大的一个 妈 出师带的 你没放盐 没放盐 嗯 不会啊 忘了 喷喷喷喷喷喷喷 忘了忘了 吃点咸材 你也吃点 我觉得挺好吃的 来 我觉得还是吃自己做的东西 自己做的饭好吃 祝方姐 祝贺我 谢谢 干杯 干杯 可以 生活真健康 对了 我今天应该会带多多聚球上踢球 你下午要有空的话 你要进去她吧 昨天 我像贼一样偷偷溜回到我自己的家 我给苏然和多多做了一顿晚饭 而且还准备了大量的东西 让他们放到冰箱里边 希望他们明天后天能够继续地吃 但是 苏然跟我打了一顿状 她把我大骂一顿 她说我影响了她的家庭生活 我影响了她跟多多 我影响了她所有的一切 她希望以后不要在家里面再见到我 她认为我现在这个家里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完全就是一个废物 我知道我不可以去影响她 因为现在医院工作很忙 正式放假期间医生又少 如果我的出现我打扰了她的生活 我打扰了她的生活节奏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她的工作 她在做手术的时候可能会分心 然后造成对病人的伤害 我知道这些 你说我怎么办 我真的 我只能忍 你要说到苏然这一块呢 我就 当然了 我也有责任 我应该之前就赶紧把那个 医生资格证给补办了 现在也就不至于 医院人手这么齐全 但我就问你一句 你想不想见多多 你肯定想见她 家庭是一体的 有什么问题一块解决 小孩有什么想不清楚的地方 她现在齐全特别复杂 但是你得开导开导她 但是她毕竟是 有些道理 有些话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能跟她说清楚的 是 你还批心苏然呢 那我去告诉你 我到了球场之后 我给你报短信 来不来 你自己决定 总之呢 我是不会告诉苏然的 你会告诉她吗 我喝过了这个 我抵抗那墙 我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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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敏 你起来了 牙膏我帮你挤好了 小敏 小敏 我给你熬了鸡汤 你趁热喝吧 小敏 这鸡是土鸡 我排队买的 好多人强 小敏 小敏 我看你这两天气色不好 所以专门去买的这个 土生土长的土鸡 想给你补补气血 可贵了呢 好吧好吧 我昨天错了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那么跟你说话的 好吗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 你那些话其实都是为了我好 在这个世界上 也就只剩下你这么疼我了 小敏 我错了 我不该跟你那么说话的 你别生气了好吗 你别这样 这样我可难受了吗 你说你是不是 你自己生气不说你还让我生气 你让我生气不说你还摔一门就走 你摔一门就走 不说你还一宿都不回来 你都让我失眠了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起来多少回 看你回没回家吗 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生气 我怎么那么担心你啊 你是个好姑娘 你应该找一个让你安心的男人 你知道是哪种安心吗 就是那种秋裤扎在袜子里的安心 糖 糖 还跳河呢 还跳河呢 行了 自己尝一碗喝去吧 素人 来了 喂 小沈哥又来了 乖 那个 三床的眼球夹体 适应得怎么样了 挺好的 排泄反应消失了 再恢复 那个病人得多盯着点 手术后的适应一直不太好 放心吧 哎 听说姥姥退下来 空的那个副院长 已经内定是你了 恭喜啊 竞聘上岗还没定呢 哪来的小道消息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以后这种跟本职工作 无关的事情 就不要瞎说 哦 哎小帅哥 这两天怎么天天跟妈妈 一起来上班啊 爸爸呢 我爸出差了 奶奶身体不舒服 所以我就跟我妈一块来 哎呦小可怜 这要妈妈忙起来 可就顾不上你了 我不要 我自己能照顾子 哎呦真能干 好 我马上查房啊 哎 稍微准备一下 说什么装啊 周总 是 哎 您 您喝汤啊 这汤是你熬的 是我放的 是您表妹一大道送过来的 表妹 就是一大美女高个长头发 可杨洁了眼睛像会说话似的 你怎么会有我办公室 你熬什么 不是我叔都跟我说了 让我多学着点 给赵总您当全方位贴身助理 我这一大早就过来给您打扫屋子了 还给您泡了杯茶 就是为了能让您有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 我让你来这儿干吗 我让你到我的公司里来 不是给我端茶倒水打扫房间的那些有阿姨 有那些保健员来做知道吗 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放陌生人进我的房间 你知不知道 我这里有大量的资料 如果丢失了怎么办 我看她穿得挺好的 也不像是一个 你傻呀 那欢迎会的脑门上写着说 我是坏人 然后你不让她进来 真的不知道 你一天到晚脑子那天转一些什么东西 行了 你别跟我说出去吧 是 叔 你等会儿 把钥匙给我放桌了 来 把这两人的东西拿走 找个地方给我扔了 瞅着恶心 叔叔 我错了 我走了啊 不是 你大早晨你发什么邪火啊 叔 他赵明奇把我给开了 为什么 找茬呗 看我不顺眼 反正你也不在 他还不是说什么就是什么 肯定是你 你做什么不着调的事了你 人家是老板 你跟人扛什么呀 跟我上去跟随便道个歉 哪能说开开我的面子呢 走走走走走 有什么好说的 您还不明白吗 他这赵明奇啊 就是明摆着冲着您来 闭嘴 他这啥气给猴看哪 不是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这二叔 我这来这时间不长 我都看明白了啊 他这赵明奇处处放着您 您不明白 您让我过来上班 他觉得您这是想按插党羽 转搭自己队伍 您让我给他当助理 我这巴巴的一大早过来给他 这就是打扫卫生 七茶倒水 他觉得您是安排我到身边 身边当奸戏 他这今天开了我 就是拿我敲打您的 给您上眼药 我觉得我这今天 就是您的明天 前锋带球过来了 前锋带球过来了 上锋左边小锋里边 起角射门 再一次 他进了 怎么会这样 这位朋友 请问足球是您最喜欢的运动吗 是的 请问你从事这项运动有多久了呢 四年 四年的时间 那都可以称得上是本科生了 请问你在学校也踢校队吗 对 踢什么位置呢 前锋 前锋 那你在学校有没有什么样的称号 比方说大力金跟腿 钢铁侠 钢铁侠 真是令人敬畏的称号啊 那请问四年前 是什么样的积累巧合 是谁带你参加这样的运动的呢 肯定是你爸爸吧 我不想提他 这种不想提他 你球体这么好 你爸爸知道吗 你爸爸很想你 你知道吗 我不想他 那收外钢铁侠的你 愿不愿意跟他来一场 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谈呢 我和他没有什么可谈的 真的吗 你都不想问问他 为什么跟你妈妈吵架 为什么离开家 你都不关心他心里面怎么想的 我为什么要关心他是怎么想的 他都不关心我是怎么想的 你的这个思维太对了 那你愿不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好 钢铁侠小朋友 你要知道 一个男人 最有价值的一个特质 就在于当问题发生的时候 能够勇敢地面对问题 现在那边有一个男人 想跟你一对一地 面对面地 坐下来好好聊聊这些问题 你愿不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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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多多 你怎么回来了 何剑你怎么回来了 妈妈我要和你一起去 你要去哪儿 妈妈去手术室 我要和你去 不可以 手术室不能带小朋友 你再跟何师傅一起玩一会儿好不好 不行 我要和你一起去 你一起去和她去玩一会儿 不行 妈妈我和你一起去 妈妈 多多一起去 放开我 半个小时就玩好不好 手术室是很紧急的 你必须让妈妈去好吗 行 我要和你去 多多听话好吗 多多 何剑你快把他 拉走 多多 妈妈我和你去 对不起啊 你别拉着我 妈 妈 妈 多多听话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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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妹子 你要是猪尖的话 这个事我得跟你说说说 这个事啊 看着世销 其实它影响不好 你想啊 你要是看见那个狐狸精了 你肯定上去看见了 你就给它撕吧 万一你那个男人再没良心 你就是一比二 那肯定吃亏 哎呀 你 你要是听我劝啊 小不忍责乱大摩 忍忍风鸣浪静 退一步那还给我天空啊 大妹子 我看你这星星 这非桌不可了是吧 这桌间呢 有好几种方法 就看你中间是为了什么 如果说 你要想继续跟这男人过下去啊 你就不能让这男人没面吗 你要想就是为了分家产 我看 你不如把警察给招来 那抓来个现行就行了 要不然 我给你找几个撞摇伙 撞上的 跟你一起去 哎呀 我这儿是人熟 这小伙多了事 行了行了行了 你累不累啊 听人劝 吃饱饭啊 这这 其实大妹子 我告诉你 我是最讨厌的男人 是搞困要行的 快 跟上滑吧这辆车 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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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